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 很多居民呢 月月浴室都在晨练 晚练 都在不同的运动 尤其是休息的时候 我们在公园呀 还有很多角落 有时候还在马路上 能看到很多人在运动 所以全民的这个运动呢 现在呢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但是也有朋友就问了 这个饭后运动 到底是有益健康呢 还是有害健康啊 在这里呢 我们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因为我们这个运动的选择 一个就是运动项目的选择 还有呢 跟我们饮食内容 或者是我们饮食的量 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其实我们运动 肯定是有益于健康的 但是如果你选择的 运动项目不适合于你 或者是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吃的这个内容物不一样 而且量又很大 这个时候该选择 什么样的运动 是非常关键的 比如说我们先从运动项目上 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运动项目是什么呀 我们比如说 有一些 我们吃饭之后 我们这个运动 一般是在早餐 或者是晚餐 很少人在午餐之后运动 那就可能对于一些 很清闲一族的人 有时候在午饭之后运动 那么我们在吃饭之后 什么时间运动 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半小时之内 我们是不选择运动的 我们要做运动 是什么运动 在家里面 我们洗洗过 刷刷碗 或者做做简单的家务活 或者跟家人坐在一起 聊聊天 聊一些开心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我们愉悦的心情 帮助我们 胃液分泌 来消化我们的食物 这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吃饭后 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 我们这个运动 是什么运动 比如说您今天吃的呢 是清淡的 而且碳水化合物比较多 没有吃过多的油脂类 糖类 或者是难以消化的 肥干厚味的食物 这个时候呢 可以选择我们 简单的 比较清醒的运动 比如说我们在 散散步啊 或者是我们 在外面打打太极拳呢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 这个运动 但是如果说 我们在吃饭之后 一个小时到 两个小时之间呢 这个时候选择的运动 是什么运动 就是我们今天 吃的量比较多了 而且是难以消化的 一些高蛋白 高油脂 高胆固醇的食物 那这个呢 我们最好放在 一个半小时以后 或者是两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之后 再考虑它的运动 这就比较合理了 而这个运动呢 可能要比那个 清醒的运动呢 再加重一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 慢跑啦 我们可以呢 骑骑自行车啦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人 在有朋友们在一起啊 也喝了酒了 也吃了 飞干后味的东西了 而且量也吃的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求它的运动 是两个小时之后 因为呢 你的胃的负担 就不会很大 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 肯定你其他地方的供血 也是非常要求的 那么你就为 在消化食物的 这个血液供应 就不是很理想了 所以这是给大家 在运动项目选择和时间 就是运动时间的选择上 做一参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